在有一次我坐在汽车上 看着前面的汽车的后面那个 是微信环不断的超出排了个黑夜 我觉得这是我们天天面临的 来自汽车的污染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今天生活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表达出来 如现在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个非常难以收集 我是说服了一些朋友 修理汽车的一些朋友 他们帮助在汽车修理厂收集到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些煤气收集过来之后 我们用特殊的容器把它融化了 把这个把我们重新塑料上去 然后我就想到丝绸 丝绸呢 它是农业时代里面一个非常优雅的很美好的一个一个成果吧 算是 它寄托了人们对这个对生活 对一些形式感 对一些东西 对一些东西 追求 汽车维系这种也是人们 现在的人们 在追求一种更为优雅生活 更为方便快捷 文明的生活的时候 所产生的一个补充点 我觉得这两种东西放在一起 我也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它里面会有一种 有一种反风在里面 这是我感兴趣的 可以告诉我 你觉得这些画面 这些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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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这些画面 这些画面 特别 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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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艺术 这些画面 也认为这些画面 是新的 但是我认为 这些画面 是新的 一些优优的 东西 不仅仅一样 这些画面 是新的 这些画面 新的 我认为 每个画面 是新的 是新的 这些画面 是因为 它就是 它就是 forefronts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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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提醒我 很多 不同的 各种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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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庶 是 你的 这个 是 你的 画面 是 明月几十六 八九问晴天 OK